赏单赏美景泡汤煮蛋 海南水屯互动零距离 2023次重新温泉季活动持续进行 近期也吸引不少游客来住宿 及享用温泉美食 而上个月开幕 引起热潮的温泉小农市集 也即将迎来后续7个梯次 分别是12月23、24 1月27、28 以及2月24、25只盛大登场 我们这一次也办了8梯次的市集活动 这个市集活动的话 我们集结了在地的一些文创小农 来这边做一个市集 那这边大家都可以一边赏灯之后 来自己活动 甚至在老街这一边去吃美食 然后还有最后压轴登场的 金色温泉落跑将在明年元宵节举办 这每年都引起热潮的活动 今年有21K半马组 12K的挑战组 以及3K的趣味组 报名期限到明年1月7日为止 欢迎各年龄层的旅客 报名参加 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这一次也有办相关的一个路跑活动 这个路跑活动也开始进行报名 到黄金路跑每年至少都吸引 将近900人到1000人来参加 来这边因为慢跑完之后 健康满满来泡汤 来舒缓我们自己的身心灵 是非常好的 系列活动精彩可奇 屏东县政府欢迎全台各地游客 冬季旅游就到屏东四重溪来泡汤赏灯 体验温泉区的卷型氛围 另外也别忘了凭发票收据 兑换限量活动纪念品 还有好礼抽奖等活动 让今年冬天开心玩乐温泉香 记者不一定终止好采访报道